在绝世堂门中 贝贝向霍宇浩赠送了珍贵的玄水丹 这给霍宇浩带来了莫大的帮助 这份礼物不仅让她的天赋和体质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还在魂力运转速度和先天魂力方面 都带来了巨大的突破 首先玄水丹的神奇力量 使霍宇浩的天赋和体质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健有力 拥有了更高的耐力和爆发力 这使得她在战斗中 能够更好地应对敌人的攻击 且具备了更长久的战斗力 同时她体质的提升 也让她更容易吸收和利用外界的灵力 使得她的修为更进一步提升 其次玄水丹改变了霍宇浩的魂力运转速度 魂力是武魂大陆上至关重要的能量 而霍宇浩经过玄水丹的洗涕 她的魂力运转速度大幅提升 这意味着她可以更快地调动自己的魂力 释放更为强大的攻击和技能 这让她在战斗中变得更加灵活多变 能够更好地应对不同的敌人和战斗局面 重要的是 玄水丹还改变了霍宇浩先天魂力 先天魂力是一个人在出生时就拥有的魂力等级 通过玄水丹的帮助 霍宇浩的先天魂力变成了两级 这样她的起点变得更高 拥有了强大的魂力资质 她可以更轻松地修炼新的技能和武魂 也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和天赋 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您分享对于这一情节的观点和感悟 共同感悟其中的奥秘和魅力 希望您能给予我您宝贵的支持和鼓励